志工利用废弃的纸编成篮子 便废为宝 我们小时候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那时候生活在农村里面 很少看到这些 也不懂得 只用用稻草来拼一下这个帽子 备合园社区 近邻圣古文化园区 与慈介志工携手举办环保活动 提倡爱物习物 也带孩子身体力行资源分类 我们执行一个新计划 纸 纸 这边用完了 反面还可以再用就继续用 然后垃圾 那个不要乱丢 那个厦门的这些住在这边的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 美丽的厦门要干净嘛 在为子生后代嘛 社区就在五元海湾旁 志工们也想为美丽的海湾 做些事情 淨摊提倡环保理念 200多人 30多所家庭 大舍亲小舍 大爱新闻 这是美之工与凯碧卫国 福建报导 0206